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丰街的福德宫 基隆市卫生局 加开社区接种站 帮民众打新版的XBB疫苗 由于近来新冠疫情升温 因此吸引许多民众前来排队接种新版的新冠疫苗 那今天那个卫生局啊 他们办在我们这个福德宫这边 会不会觉得就近方便了 方便啊 所以就一早就先过来了 对啊 住附近 住附近而已 另外一座山啊 也是附近 因为怕确诊了 最近有感觉到这个是不是有升温 对啊 而且接下来要过年了 所以赶快来打 就是有那个里长有在社群里有宣传的 那我妈妈就叫我带阿嬷来一起就打 对 会不会觉得这里蛮重要 因为毕竟现在是新的新冠病毒 对啊 毕竟我们年轻人会出门嘛 那虽然老人家不出门 不过就还是保护他们就觉得还是打一枪比较好 对啊 说今天啦 刚才就来 对啊 这里这海洋了 最近啊 有感觉说好像确诊这个开始有很多 所以要注意吗 对啊 要注意啊 现在好像比较低 比较严重啊 所以口罩一定要大 对啊 这不需要挂口罩啊 对对对 这样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啦 对吧 卫生局局长张贤正也强调 由于目前流行的郡株跟先前已经不同 因此特别呼吁民众 要再打新版的新冠XBB疫苗 才能有足够的保护力 今天是我们1月中1月20号 那我们这个周末从昨天星期五 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日都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都有做社区的接种站 今天我们在这里 新丰的福德宫 然后跟在我们微笑台北的那个社区 我们也感谢包括我们福德宫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区 很多地方都提供我们场地 因为最近就是大家都有看新闻 知道台湾各个县市 那个呼吸道传染疾病 已经很短的时间内就非常的多 然后因为选举过年 大家来来去去 所以其实人与人的接触 跟互相传染的机会非常的高 那在这个新冠最近又开始有一些重症 甚至会死亡的个案 其实他们都是在最后这个 在新变种的病毒之后 没有再追加一剂疫苗 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在流行的这几种新的变种的新冠病毒 其实是没有抵抗力的 所以我们才会鼓励大家说 那我们还是要再来追加一剂疫苗 平常日我们在卫生所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卫生局网页上面关注 有些卫生所可能是星期二或星期三或星期四 那有一些疫苗这些种的安排 那在周末的社区我们也会看这个礼拜接种的状况 然后在媒体上面还有在我们的网页上面去公布我们社区接种站的开车 我们下个周末也是会再继续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自己最方便最可敬的地方 然后来接种疫苗 那不管在卫生所里面 在合约医疗院所里面 或者在社区里面 真的人都还蛮多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心疼 但是我们也很努力的让我们的同仁能够服务的速度 不错误 然后又能够尽量加快 再次谢谢市民朋友非常的有踊跃 又非常的有耐心 除了在现场确保接种流程的顺畅 卫生局局长张贤震也诚心参拜福德公的土地公 祈求神明保佑市民健康平安 也再次提醒民众 尽早完成新版的新冠疫苗接种 提升自己的保护力也保护他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立田径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工 是许多民众关注的话题 市政府特别召开记者会 由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体育厂厂长林博树 说明最新的进度 预计要延后到明年的八月完工 上一次有提出第二次的变更设计 那我们这个设计方这边呢 也有重新提出了他的新的这个设计方案 那也更加的确实说 确实是有这些重大的疏漏 而且这些疏漏呢 也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本次工程的攻击 而且呢他所产生的后续的这个花费 也将会使基隆市政府的这个财政负担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这个契约的这个规范 我们将会拟定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会进行解约的动作 那并且呢我们也会请建筑师工会这边呢 重新呢来推荐一个合适的这个设计方来继续办理我们的这工程 那我们这工程呢也预计会在明年的八月份来进行完工的动作 去年三月二十号重新开工师做 那开工师做之后呢 有发现到几个厂商那个建筑师 他有设计跟建造重大为师的事项 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在开工之后的三月二十到四月十七号 我们查核到这个派出在现场的建造人员 他有到八股佛站机车菜市工程里面 他有去做一个兼职动作 那因为我们是属于巨额采购 按照工程会的规定 我们现场将是要专任 不得兼任其他的工程 那这个因为我们有查核到他的施工日志 甚至有到那边做主要出验验收的签名等动作 所以这部分我们认为他有重大的违反那个七月规定 另外第二在六月十四号的部分 我们的厂商在施工中发现到原设 那个顾问公司在做设计的图说 他在结构部分有重大在建筑图跟结构图有重大的一个不同 以至于造成我们必须依照法令 做所谓建筑制造的变更 所以这个我们认定是属于建筑结构设计的错误 另外到十月二十三号 因为建筑厂商又提出来 在楼层的部分又发现到很多的建筑结构又不对 所以在我们要办理第二次的建筑制造的一个变更设计 那这个大概责任归属上也是属于设计的一个重大的错误 这部分就属于设计单位一个设计错误 造成我们整个工程延档 另外在去年的十二月 那建筑师就按照我们去年十月所讲的 厂商提出来有一些重大钢购等违反劳安的问题 他在提供二次变更之后合计部分 目前我们估计大概要增加市库八千八百万 另外整个工期必须再给展延到150个日曆天 那这部分我们认为这个在设计上是属于重大的维师 甚至有违反到采购法101条 后续我们如果有相关事件 我们就会按照法令来处理 那至于后续的部分我们的工程我们会继续推动 不会有任何的延档或停工 那刚才就发言人所讲的 我们第一步 第一个动作我们请建筑师工会给我们推荐 好的建筑师 我们先做一个小额采购部分来先来就过渡期 另外在两到三个月后我们会整理一个照表文件 会重新办理一个公开评选 找个好建筑师来把这个案子做一个好的建造 因为设计上的缺失 市府将与原设计监造单位终止契约 后续也将请建筑师工会协助推荐建筑师事务所 先委托两到三个月的监造及建筑师查验签证作业 并同步办理发包作业 重新来委任监造设计单位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学校学生家长会联合会总会长交接典礼 许多校长和家长代表齐聚一堂 市长谢国良致辞时也对于媒体询问 寒流来袭 基隆是否有寒流价做出了说明 那我也是上个以后第一次才了解 原来还有所谓的寒流价 可能要寒流价 刚刚媒体问我说 那我们要不要放寒流价 我说先看蒋文安市长怎么说 大家一起讨论 我们基北北桃 可以一起讨论要不要放寒流价 这场基隆市学校学生家长会联合会总会长交接 在市长谢国良的主持下顺利完成 对于卸任总会长黄中贤 及新任总会长张若薇 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他们 愿意贡献心力 为基隆的在地教育来付出 让基隆的教育环境更加提升 那我今年接了总会长 我想要做诠释孩子学校的急难救助 因为很多孩子是没有也许遇到加变 或是父母有些什么问题没办法念书 那现在少子话嘛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不要放弃就学的机会 所以我手上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来帮忙 以后只要我们这一年里面啦 只要我们学校有孩子有任何的状况 没办法念书 那请校长呢或者是家长们来跟我说 我们会有专门的好朋友 会来协助让孩子可以就是 无忧无虑的把书念完 然后未来也希望他可以成为 我们基隆市的就是荣耀 一年的总会长任期 在今天要画下句点 那在这一年来 我们也总会也跟市府合作 做了一些有关于孩子们的一些活动 包括说那个技职教育的座谈会 以及叫我野孩子的一个手运读书会 那希望接棒的若薇总会长 他能秉持就是基隆家长总会 为教育的一个理念 继续跟市府携手合作 那为基隆的孩子们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教育环境 那我很感谢他们 对于教育界的付出 那有很多家长 我们都继续的努力投入 让我们的在地就学能够做得更好 那我们跟国外顶尖大学的合作 的洽谈也已经到一阶段 适当的时间会跟大家公布 那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来把更多好的资源带到我们基隆 让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好 我儿子拿就是可以念成功 或者是师大部中的成绩 留在基隆市 就是挺基隆的在地就学 那我们现在谢市长也很棒 就是很支持就是在地就学 所以我觉得要让家长们看到 就是我们学校的该有的资源 因为其实台北跟我们的资源 其实有点落差 那希望市长未来可以就是 把资源更丰富 然后让我们孩子可以 家长们也看得到 可以更愿意留在基隆市 我希望英文的方面 其实要多一点 所以我希望在 可能外施的量也要多一点 然后在我们就是英文的这个比例上 稍微再高一点这样 市长谢广阳也强调 市府和家长总会将携手努力 一起来提升基隆教育的软硬体环境 并且引进外部的学习资源 让学生能够安心的在地就读 减少到台北通勤的来回奔波之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放入冲段 彩椒稍微翻炒 最后简单调味 再加入已经翻炒过的煎虾 色香味俱全 还有非软香肠搭配乌鱼籽 炒烧活鱼 新鲜炸花枝 每一道料理都是愉快家政般的杰作 一汁都一口刚刚好 非常适合 年纪长的 小孩子 营养又好吃 而且我们在炒的过程 大概应该不会超过三分钟 就只有用盐巴调味 过程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后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 我们这是自己本港自己拿的 会做的会计 真材实料 自己去製造的 不充分这些 都是一般都是自己 偏着的 从自己拿着的 来做的 都真材实料就对了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 金融区会举办了料理竞赛 邀请家政班 临近的邻里使用金融鱼货 来场大车拼 现场除了专业评审定胜负之外 也邀请长者品尝 提前聚餐围炉 让大家同心合力来做菜 把自己的私房菜拿出来 煮一煮让大家来吃 我非常高兴 有黄鱼 有鱿鱼 有鱲鱼 有虾子 这是都外面 不像我们的新鲜 原本还有飞鱼鱼 那种香肠 那是小孩最爱吃的 荷家都可以使用的 首先感谢基隆区会举办年菜的比赛 那有荣幸大家看好 我们这个团队 沙子鱼这些阿姨 把煮了一道 八道的这个丰盛的年菜 利用基隆带港的渔获 这个时候年节 最适合这个年菜组合 基隆区会 这几年都推动 有荣卫补助 在推动 离色长照 所以说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邀请这些鱼花族 一起来围炉 让他们提前享受到过年的气氛 桌上三十多道料理 整齐排列 光是要如何打分数 就让评审们伤透脑筋 家政班做得不错 几年都是最喜欢办这个 我们这个家政班 所以说你看 这么多家政班来做 我们基隆的推动 我们基隆的海産品很好 家政班在主办年菜这个活动 然后大家都把这些冷冻的海鲜 利用的零零尽致 所有食材煮起来都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说一定要新鲜 因为冷冻的东西也是很新鲜的 一道一道的美味佳肴正式上菜 这种去会邀请长坛里长辈们 一同围炉 让长辈们直呼真的很丰盛 这场料理比赛不仅强调美味 更贴心搭配长者容易咀嚼食材 制作出既营养又消化年菜 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感受到渔会 敬老遵行的用心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主要非白公 谢谢 谢谢 我家的一位来下礼拜 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你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趟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把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发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从空拍的角度看 一颗颗高耸的落雨松 由红慢慢凋落 仿佛秋意上青头 在蓝天绿草衬托下 让人觉得性况神移 落雨松的这个井里面 就是仿佛自身山林 然后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 对 在这边很放松的心情 这条长达200公尺的 落雨松大道 就在基隆天外天富裕公园 十多年前 前身是垃圾掩埋场 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基隆的新亮点 环保局十年前 种植大约400颗的落雨松植株 成功富裕250颗 成就今天宛如仙境的秋冬美景 在这个时间点都会上来这边走走逛逛 所以都会发现这里的风景很漂亮 在秋冬这个时间点 然后如果寒流来 它其实随着季节变化 就会变红变美 民众穿梭在一颗颗 叶片和羽毛大的树木 日光从红黄相间的真夜西风穿过 只可惜接连几波的寒流 今年的落雨松观赏期特别的短 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 环保公园是之前在2011年接派的 那先前有跟前环保署 就现在的环境部有来争取经费 那我们来做整个场域的一个整理 那当时有植栽了400株的这个落雨松 那经过十几年的一个成长 大概目前还有剩下大概250株 那前阵子因为这个冷气团 已经有一些落雨松已经开始落叶了 那也整个落叶都变成红色了 然后非常漂亮 那下一步的冷气团大概也即将到来 民众有给我们一些回馈 也希望说这边的一个空间 能够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个设施 或者是景观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今年会做一些安全性的评估 会做一个整场的一个调查 那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再争取相关的经费 来做整场的一个规划 不管是走入林间 还是在外面看各有不同的意境 过去想要欣赏落雨松美景 北部民众大多会选择桃园新竹和宜兰 现在又多了一个基隆的新选择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一日双打我们开乐 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 何淑平议员和基隆社区大学教育 基金会执行长蔡岳龙合作 带着新逸区区长吴小慧 孝贤里长庄婉林 东安里长林瑞腾 仁义里长王伯丽 义兴里长李王环 以及邀请网红精灵等人 一行人先到基隆塔俯瞰 基隆雨和平岛以及基隆市港 美丽的山海景致 再到白米翁炮台参观 同时欣赏三根烟囱地标 鞋合发电厂 同样美丽的山海风光 力推这条旅游路线 基隆灯塔到秋枝塔 总共总长3.7公里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白米翁炮台这边 大概是我们从基隆灯塔 爬上来之后 中途的休息站 那这里有一个月老休闲园区 在那边我们可以喝杯 手冲的咖啡 也可以看一些这个我们梁大哥 他在这个八斗子渔港 挑了很多的福球 他自己很精心的 精心的把它彩绘成一个 非常美的一个景点 基隆是一个山海城市 是很美丽的城市 那么我们社大就推广 这个这种美好的城市 让大家知道 因为中山区的那个五条杠 是我们早期和最早开发的地方 那从雍正的时代 就各位看那个火号山 那是我们的重要阵地 后来因为为了导入这个航线 我们就是建了两个炮台 一个基隆塔炮台 跟那个球仔山炮塔 这是对我们基隆的经济 都发展了都很重要的贡献 和树瓶推荐中途 还可以到白米翁炮台 这里的月老休闲园区 有需要好姻缘的拜拜求月老 没有需要的人就休息 喝手冲咖啡 吃手工桂圆蛋糕 甚至玩玩老板 亲自木工制作的 步步精心解锁游戏 绕到前面来 对然后就把它多多过来 对不对 来这里不但有吃有玩 还能见识到园区的环保 特地和太白礼办公室 以及太白礼社区发展协会合作 利用环保饮笼香 也就是利用蚯蚓 来自然分解厨鱼 被分解后的厨鱼水 还可以灌溉花草树木 它这种是专门吃厨鱼的 叫欧洲红蚯蚓 跟我们台湾的一般的蚯蚓不一样 所以说它的 它的大便 就是可以做一个天然的肥料 还有它的那个浓水 就是一个天然的 它还有很多的那个菌种 可以使空气 像比如说蚊虫啊什么的 我们闻不到的味道 蚊虫闻得到味道 它就自然就不敢接近我们这个区块 产生的这个蚯蚓水 又可以来灌溉 灌溉我们这个一般的施肥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环保的一个事情 那希望就是能够推广到各社区 一方面又可以消除我们的厨鱼 那一方面又可以美化我们的社区 所以说大家可以一起来请教我们梁大哥 补充完体力一行人继续到仇子山灯塔参观 仇子山灯塔赞 走上灯塔最高点的观景平台 视野更好 可以俯瞰更广阔的基隆内港区和外港区 拍照赏金两相宜 如果肚子饿了 还可以到山下高远行春 品尝由中山区和平礼办公室 以及和平礼社区发展协会 融合码头饭和眷村菜制作的特色餐点 不仅让您吃得饱也吃得好 绝对让您感到幸福满满 码头是我们在西岸这边 码头功能很多 他们家以前就是做买头人 就是吃码头饭 我们现在是把它变成健身饭 所以说我们就做个狮子头 中后入口咖哩 沙茶 还有鱼 还有我们的杖材 就这样 有两种 我上次吃的那一种是码头饭 是那个焢肉加上卤蛋还有豆干 那今天呢 今天的这个是眷村饭 有狮子头 那还有就是有非常高鲜的这个石井菜 然后还有我们咖哩 咖哩花枝跟我们的鲸鱼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很好吃的是它的菜饭哦 高丽菜饭 真的是古早味 然后我们这个离长呢 河美离长很用心 那个红豆汤呢 是这个万丹红豆 然后它这个现煮了之后它还提炼了这个红豆水 可以我们这个销子的红豆水可以一起来用 那非常高鲜 然后营养又丰富 贺树萍也希望基隆双塔旅游路线 藉由媒体和网红的行销可以串联中山区 这几个里多年来和基隆社区大学合作 展现社区营造的成果 结合在地特色料理或是创意小吃 整体带动这里的观光发展 活化也活络当地老旧社区 期盼引进更多年轻人共同回乡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白色外观 巨大豪华游轮停在基隆港 它是号称全亚洲最大游轮 地中海荣耀号抵达基隆港 船上两千两百件的客舱 搭配奥地利水晶打造的大厅 船上还有F1赛车可以拍照 超级豪华设施 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这么豪华的游轮 然后进来之后其实蛮惊艳的 然后目前感受下来还蛮平稳的 可能再看看出航的状况 但是如果是带一家人 很适合在这边休闲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各自玩乐 玩累了还可以来户外游泳池 滑水到汽水 游客形容是海上度假胜地 刚刚有一个小圈圈的地方 就很适合自己 就是可能情侣或是一些家人 然后可以一起在那里泡澡 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有隐秘的地方 然后跟其他的就是开放性设施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就是可以自己享受自己的时光 来到餐厅边桌服务 精心的餐点摆盘 宽敞的用餐环境 让游客尽情享受 愉快的度假时光 搭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旅行社的朋友告诉我的 就是搭船没有公斤数量的限制 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到 日本这个沃沃采购的话 我可以有很多公斤可以带回来 但搭飞机就没有办法了 这是我选择搭游轮 最主要的一个喜爱 地中海荣耀号展开冬季首航 以金融港为母港 展开围棋三个月十三个航次 沿途将会停靠日本冲绳和宫古岛等地 游客不仅可以体验船上的丰富设施 也可以下船到日本当地写拼购物 台湾人特别喜欢去日本 然后去买日货 然后搭游轮最大的一个方便点就是 你没有所谓的行李工程数限制 没有行李建数的限制 我曾经就是在几年前看到客人 不管带水泼炉 甚至还带那个很大的那个易经电视机 60寸的电视机 一样用小拖车把它拖回基隆港 所以基本上这个跟那个搭船就不一样 那东南国家因为本身在台湾出发的 做飞机的产品 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那个本身的单价就不是太贵 都一万多两万 就疫情以前 所以相对这样来讲 他们就认为说我如果一样的钱 我花两万多块 那我还不如去 两万多三万多 我还不如去搭邮轮去日本 或是去韩国 解封之后 国人到国外旅游暴增 机票住宿都寒涨 邮轮票价相对便宜 业者看好邮轮市场 飞机旅游已经开始在起飞了 可是因为它目前的航班跟运率还不足 所以基本 而且它现在的那个票价也涨得蛮多的 所以相较于邮轮产品来说 它的价钱算便宜的 所以非常多消费者 而且等于是被封了三年 然后又这次又是以基隆为母港 又是首次最大是17.2万吨的大邮轮 进来基隆港为母港 所以我们尤其在农历年前那两行次 非常非常早就整个就完销了 意欧时代邮轮付出 基隆港邮轮进出再现 搭配春节过年航次 业者提供豪华服务 全力抢工 邮轮市场商机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